- 歡迎周幹汽車世界 - 歡迎周幹汽車世界 - 歡迎周幹汽車世界 - 我們今天來到南投日月潭的 - 主要就是要來試駕賓士今年非常重要的產品 - 它同時是一台SUV - 它也同時是一台純電車 - 它是Mercedes EQ的EQ-E - 它是Mercedes EQ的EQ-E - 其實今年稍早之前 - 賓士呢 - 發表了幾台關於純電車 - 以及關於SUV的一些想像 - 例如這一次最新登場的EQ-E - 以及EQ-S SUV - 在前一陣子正式的來做發表了 - 其實他們呢 - 算是第三以及第四台呢 - 使用了全新電動車平台 - 所打造的賓士的車款 - 所以它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 - 而且特別的是呢 - 它也是一台SUV - 所以在這一個休旅風潮 - 非常盛行的現在啊 - 我認為啊 - 它在未來 - 是非常的有發展的 - EQ-E SUV 呢 - 在台灣市場呢 - 總共會推出兩款的車型 - 包含了我們今天試駕的EQ-E SUV - 350 4MATIC - 以及性能版的43 4MATIC - 建議售價分別落在 - 我們直接就先從它的外觀配置來講起好了 - 其實賓士的純電車啊 - 你可以發現它同時擁有了一些 - 關於外型設計上面的邏輯 - 例如它看起來都非常的圓潤 - 它看起來線條都很平滑 - 同時它也帶有非常低的風阻係數 - 當然這一次的EQ-E SUV它也不例外 - 單就車頭的造型上面來看啊 - 包含了它前面的這個護照啊 - 以及它在車前引擎蓋的一個線條啊 - 你會感覺它其實就是拉一條線條往下 - 完全沒有過多的切線的切割啊 - 我覺得整體來說它其實看起來是非常的耐看 - 當然這樣子的外觀設計 - 你喜不喜歡那就見仁見智了 - 首先啊其實現在的EQ-E SUV - 它全車系都是搭載了AMG的套件 - 所以在車前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較運動化的配置 - 同時在前方的護照啊 - 裡面呢使用了非常多三芒星的LOGO - 所組成的一些灰式啊去點綴它的質感 - 前方呢也有帶有一個賓士它原廠的一個LOGO - 當然它在前方做了一個非常平整化的設定 - 裡面有包含了一些雷達的系統啊 - 以及啊它非常大型的產灰 - 左右邊呢它直接是搭配上了多光束的頭燈 -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 - 你也可以在另外選備它的豪華套件 - 你可以升級到例如它有一個動態的移民功能啊 - 看起來會更加的絢麗一點 - 至於在最下方的保險桿 - 我剛剛有提到啊 - 其實它都是使用了AMG的套件 - 所以啊其實它在前方帶有一些運動化的佐視 - 下方有一些鍍鉻飾條來做點綴之外啊 - 在左右邊也有一些老流的一些設定 - 去增加它的運動感 -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車側的樣貌 - 事實上啊EQE它是屬於比較類似於GLE的一個極具 - 但是它是電動化的版本 - 所以在整個車身尺寸上面呢 - 你也可以發現它維持了一個非常霸氣的外觀 - 它的車長大約是4879mm - 而它的軸距達到了3030mm - 所以在內部空間的乘坐感啊 - 以及在內部空間的舒適性啊 -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保證 - 另外啊其實在車側的樣貌 - 你一樣可以發現它走的是一個比較圓潤的一個外觀設定 - 還有在車側的折線上面呢 -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折線 - 它就是一塊板金這樣子來做滑落 - 另外在台灣市場啊其實大家可以發現 - 還蠻值得慶幸的是在於啊 - 它其實全車系都搭配了這個腳踏板 - 所以當你今天在上下車的時候呢 - 你可以藉由這個腳踏板來進入車內 - 以及出來車外呢 - 可以得到一些比較方便的擴充性 - 還有啊其實它是一台電動車 - 所以在鋁圈的尺寸 - 以及在鋁圈的整合上面啊 - 你也可以發現一些端倪 - 例如它使用了一些低風組的設計 - 還有原廠直接為它配備上了20吋的鋁圈 -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 - 你也可以為它選配上最大22吋的鋁圈 - 前方呢是有一個EQE的專屬的名牌 - 另外在這邊並沒有三角窗 - 前方有一個開口它這個是什麼呢 - 它其實是雨刷水的添加處 - 另外在它的窗框的部分呢 - 採用的是比較類似於霧面銀色的材質 - 當然啊你也可以選配夜色套件啊 - 其實夜色套件當它今天變成黑色的話 - 它在未來的一些保養上面 - 也會比較容易一些 - 另外為了達到它極低的風阻係數啊 - 其實EQE SUV它是採用了一個隱藏式門把的設計 - 而且我覺得這個門把它非常的特別 - 因為當它開啟的時候 - 你可以在細節處看到一個 - Mercedes-Benz的一個刻紋在裡面 - 我認為這個部分是還蠻別緻的 - 好最後我們來看到車尾的部分 - 我覺得車尾比較值得注目的是在於它整個尾燈組的設定 - 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去辨識出它是一台賓式的純電車 - 因為它採用了貫穿式的尾燈設計 - 同時在裡面的導光條呢 - 它具備了一些螺旋狀的處理 - 所以呢這個就是賓式 - 關於EQ上面的一些設計與會 - 上方也要整合一個尾翼 - 並且整合了第三剎車燈 - 另外在左右邊你可以看到它的車型名牌 - 以及它四輪傳動的一個名牌 - 另外在下方有一些線條的整合呢 - 去創造出一些比較運動化的感受 - 我覺得整體而言其實在外觀的設計部分 - 這一次的EQE以及EQS SUV - 它不只是關於典雅的設定 - 它另外也加入了一些運動化的小巧思 - 去讓這台車它看起來更加的豐富一點 -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一下EQE SUV的內裝空間啊 - 好的接著我們來看一下EQE SUV的內裝空間啊 - 其實進來之後你可以發現它呈現的是一個很嶄新的 - 兵式未來科技的一個內裝氛圍 - 在科技感的部分以及當然我們講到質感 - 身為一個豪華品牌其實它的質感 - 依舊是保持得非常的良好 - 我們先來講一下它整體的質感好了 - 其實它裡面應用上了一些音式的新材質 - 在最上端的這個部分 - 它摸起來有點類似於軟質的塑料 - 但是同時有點類似於脊皮的材質 - 搭配上紅色的車縫線 - 呈現一個比較運動化的氛圍 - 中段的這個區域啊 -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一個大面積的飾板 - 同時上面有非常多三芒芯的塗裝在上面啊 - 這個部分當然它並沒有使用上所謂的hyperscreen - 所以在前方啊 - 你沒有看到一個大型的螢幕 - 但是在中間的這個區段呢 - 有一個12.8吋的直立式的液晶螢幕啊 - 它裡面當然是搭載了MBUX 2.0的系統 - 另外它在操作的邏輯上面啊 - 以及在導航的使用啊 - 整體來說其實搭配整個系統都是非常的舊手 - 而且在現在新世代的賓士上面 - 也可以發現它其實把很多的觸控按鍵都把它放得很大 - 所以即便你今天可能年紀比較大啊 - 你也不容易產生在操作上面的失誤 -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用的 - 當然另外也有無線連接的Apple Cafe - 可以讓你來做使用 - 這個螢幕的畫質以及解析度 - 還有它的順暢性真的是非常的良好 - 雙區的恆溫空調 - 如果你要四區的恆溫空調 - 包含後座的兩區的話 - 這個部分是需要來做選配的 - 而它身為一台電動車啊 - 所以裡面當然也有Mosdes VQ的一個App - 裡面也可以看到它目前電池的電量啊 - 充電的狀況啊 - 可行駛的距離啊 - 以及你電量的消耗量 - 當然它也可以配合一些應用啊 - 去找到在你附近的一些充電站 - 這些我就不多講了 - 中間啊 - 大面積的鋼琴烤漆飾板啊 - 打開來之後裡面有兩個可開式的置杯架 - 以及在前方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 如果你今天要做無線連接的話 - 其實你把手機放在這個區域呢 - 你就可以來做無線的充電 - 兩組的USB Type-C - 以及一個大型的置物空間 - 這張扶手裡面的空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 身為一台SUV啊 - 其實它在空間機能的設定上面啊 - 也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讓你來置放你的物品 - 例如啊 - 中間這個區域 - 也例如在下方呢 -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 - 讓你來做使用 - 甚至它還附上了一些鬆緊帶啊 - 可以讓你來固定一些東西 - 下方另外還有兩組的USB Type-C - 現在賓士的EQE SUV啊 - 它其實全部的USB都是使用了Type-C的配置 - 還有啊 - 其實它針對一些科幻的氛圍 - 它也做了一定的處理 - 例如啊 - 在環差你可以看到有一個氣氛燈的燈條啊 - 這個氣氛燈啊 - 除了可以改變它的顏色之外啊 - 其實在你開車的時候啊 - 它也會呈現不一樣的顏色 - 例如我今天如果加速加得比較急一點的時候啊 -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氣氛燈會慢慢的閃爍著紅色 - 我覺得確實看起來是非常的酷炫 - 還有啊 - 其實EQE SUV啊 - 它是標準搭配的一個Dolby Atmos - 也就是杜比的環繞音響系統 - 這個東西我很難跟你用講解的 - 讓你來了解它有多神奇 - 但是實際上你坐到這台車上 - 你開啟了你的音樂 - 直接去聆聽的時候 - 你就會發現那個臨場感 - 確實是不同翻響 - 搭配上Burnmaster的15G的音響系統啊 - 其實它可以帶給你非常良好的一個聽覺的體驗 - 甚至啊其實你買這台車之後 - 你永遠有一年可以去收聽 - 線上的醫院Spotify啊 - 或者是說Apple Music - 可以搭配來做使用 - 算是還蠻貼心的一個東西 - 另外啊如果你想要做一些系統上面的升級的話 - 或者是說不同的城市的購買的話 -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Mustle Expense的一個 - 線上的商城來做使用 - 這個我也不多講了 - 駕駛人座介面標準配置 - 因為EQE SUV的350 - 這個算是比較入門的車型 - 它就擁有全車的AMG Lite - 所以啊其實在方向盤的部分 -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平體化的樣式 - 在整體車艙的氛圍啊 - 在一些細節處啊 - 也呈現出了一定的運動感 - OK 另外在方向盤啊 - 它呈現的是一個輕停的樣式 - 整體來說應該是一個六幅式的樣式 - 左邊一樣操控你的數位儀表板 - 而右邊呢則是操控你的中控螢幕 - 這個跟之前的邏輯都是非常的類似的 - Level 2 的半自動駕駛功能 - 放在你的左邊盤面的下方 - 後方的換檔撥片 - 現在變成了是你動能回充的一個階段的調整 - 總共會有三段可以讓你來做調整 - 前方有一個12.3吋的全液晶儀表板 - 介面顯示以及資訊的整合都非常的夠用 - 你也可以把你的Apple CarPlay的導航系統 - 直接整合到你的儀表板 - 它真的很大而且它真的很清楚 - 座椅的部分啊 - 兩張座椅都擁有電動調控的功能之外呢 - 還有三組的記憶裝置 - 當然它也擁有加熱的功能 - 通風則是需要另外來做選配 - 這具座椅啊其實使用了不同的皮質來做打造 - 我覺得在側翼的包覆性 - 如果以一台這麼大台的修理師來說 - 確實做的還不錯 - 還有在大腿的支撐性 - 也確實往前面延伸非常的多 - 我們抬頭往上面看的話 - 你可以看到一個黑色的頂篷 - 搭配上一個全景的天窗 - 這個天窗實際上是可以來做開啟的 -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在上面安上橫置的車頂行李架的話 -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原廠所搭配的行李架 - 高度真的非常的高 - 因為它要方便天窗來做開啟 -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後座 - 好 接著我們來到後座啊 - 軸距3030mm - 所以它應該可以創造出一個非常不錯的乘坐空間的表現 - 確實啊 當我坐在後座 - 身高173公分 - 前座調整生活的標準座姿 - 腿部空間 - 兩個瘸頭以上的距離 - 而頭部空間呢 也還蠻充裕的 - 一到兩個拳頭的距離 - 所以我必須要說啊 - EQS UV 這一台車 - 它確實能夠在後座 - 讓你感受到一定的舒適感 - 另外啊 其實你可以發現 - 後座的座椅的材質上面啊 - 其實它也是呈現一個比較硬挺的氛圍 - 並且呢 它在皮面的處理上面呢 - 也與前座擁有一些相應的質感 - 我覺得唯一可能比較值得抱怨的 - 就是在於它可能在後座椅背的 - 輕腳上面呢 會設定的比較挺一點 - 而且因為它不能夠來做調整 - 所以 當你今天坐到這一台車的後座的時候 - 可能必須要坐下面一點 - 你才會感受到你的背部擁有一個比較舒適的乘坐氛圍 - 但是我知道它這樣子的設定啊 - 一方面去因應它的空間 - 一方面呢 也是在於它整個支撐性上面的表現啊 - 其實都擁有非常良好的一個範圍 - 所以基本上即便它的後座椅背設定的比較挺 - 但是它其實並不會讓你感受到不適感 - 你可以發現啊 其實在椅面的這邊啊 - 它其實坐得蠻往上翹的 - 所以在腿部這邊的支撐性 - 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證 - 再加上啊 其實電動車 - 它中間就是一個全國嶺 - 全平的一個地板 - 所以中間如果有人要乘坐的話 - 其實你也可以得到一個很舒適的乘坐的效果 - 後方的質感啊 基本上與前座是一致的 - 一樣擁有一些氣氛燈啊 - 以及它在材質的御用 - 還有啊 它的紅色的車縫線啊 - 其實都帶來了非常良好的一個視覺的觀感 - 觸覺上面呢 也有兼顧到 - 後方啊 並沒有第三區第四區的恆溫空調 - 這個是需要去做選配第四區的恆溫空調的 - 下方呢 是擁有兩組的USB Type-C的插孔 - 另外中間有一個裝扶手打開來之後啊 - 裡面有兩組簡易的製杯架 - 還有一個小型的置物空間可以讓你來做使用 - 另外我們說到行李箱的空間啊 - 其實它的基礎能量達到了520公升 - 當然你在打開來之後你可以發現 - 它在車高的部分是比較高一點 - 所以當你今天需要去搬運一些比較大型的行李的話 -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點 - 畢竟它是一台電動車 它下方底板 - 它必須要去安置它的電池 - 但是啊 其實如果我們以基礎能量來說 - 還算是一個標準的範圍 - 在後座做424分離青島之後啊 - 也可以達到超過1600公升 - 將近1700公升的容量 - 所以我想抽載的容量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 好我們來到實際操駕的階段啊 - EQE SUV 它搭載的是一個雙電動馬達 - 在350的車型來講 - 最大馬力可以輸出292P - 而風直扭力是非常誇張的78公斤米 - 0-100原廠給出的數據是6.6秒 - 同時啊 它的電池的規格是來到了89KWH - 在快充的部分 - 它是支援CCS-1的一個快充規格 - 另外啊 它其實可以在31分鐘之內 - 從10%充到80% - 它所能夠支援的最高的充電的瓦數 - 是來到了170KW - 所以啊 其實你就目前台灣市場上面 - 你所可以看到的充電站啊 - 或者是說你在整個台灣區域啊 - 你都可以找到相應的一個規格 - 來為你的車輛來做一個快充的準備 - 還有啊 它最大的續航里程啊 - 是達到了549公里 -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說QE SUV這一台車啊 - 它是能夠帶著你從台灣的頭 - 來到台灣的尾 - 都不太需要來做擔心的 - 同時它也具備了一定的回充的功率 - 而且呢 透過後面的這個波片呢 - 我們可以來做三段的調整 - 例如啊 我們其實昨天在前往山上的時候啊 - 我們用了比較多的點 - 但是啊 當我們下山的時候 - 我們就整個回充呢 - 我們做了一個強化回充能源的程序啊 - 所以呢 你除了在下坡的時候 - 你會感受到非常明顯的一個阻力之外啊 - 它也能夠去提供給你一個比較高強度的一個回充的效率 - 讓我們在下山的時候實際上是比我們下山之前 - 還能夠得到一個比較高的電池趴速 - 我覺得這個就是電動車有趣的地方 - 因為你在不同的場域 - 你在不同的路段 - 你在不同的速度之下 - 甚至是你在不同的一個上坡下坡之中呢 - 你可以去感受到電動車它獨特的一個行駛的一個特性 - 當然啦 其實就一台純電車來說 - 我們在高速的時候一定是最為耗有的 - 如果你今天是在都會區之間來做一個代步的話 - 我相信你可能真的不是很需要長長的來做充電 - 因為它畢竟有的是一個超過500公里 - 甚至即將要達到550公里的一個能源的一個效率 - 好 我們回到整個操駕的感受上面來說好了 - 其實一言以蔽之我覺得這台車它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舒適啊 - EQE SUV 它整體來說維持的休旅車它應該要有的一個比較舒適的體感 - 但是它同時帶來一點點的路感的回饋 - 我覺得它整體底盤的反應算是還蠻Q彈的 - 基本上它是維持了一定的舒適性 -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這台車非常的輕浮 - 我認為啊 兵士把它設定的還算是蠻均衡的 - 基本上休旅車之前可能會有的一些缺點啊 - 例如它可能側侵比較大 - 在 EQE SUV 上面它依舊是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 但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今天你坐在這台車上面 - 它整個行路質感 以及它整個動態輸出的一個細膩性啊 - 都會讓你感受到這就是一個非常高級的一個車款啊 - 我覺得它不論是在轉向的感受上面啊 - 以及它車身動態的轉移上面啊 - 甚至是因為它擁有了4MATIC四輪傳動系統啊 - 它其實會在適時的情況之下去切換單電動馬達以及雙電動馬達的輸出 - 來達到一個比較省電的效果 - 我覺得這個藉由一些軟體啊 以及硬體結合的結果 - 讓這一台車它變得非常的聰明 - 同時它非常的舒服 - 它也確實是一個開起來感受蠻好的一台車子 - 我認為啊 如果你今天要把一個軸距超過3米的車子 - 讓它開起來感受上沒有這麼大台的話 - 我覺得這一台車它絕對就是成功了 - 那我認為EQE SUV 它就是讓我有這樣子的感覺 - 例如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 我們在做一些會車的時候 - 甚至我們在山路上面的彎道來進行轉彎的時候 - 我覺得它整體的動態的反應呢 - 都算是蠻靈巧而且即時的 - 以為我們今天的350車型維利啊 - 它的懸吊搭載的是一個舒適化的懸吊 - 而如果你今天選到的是43的車型的話 - 它則是會有一個氣壓懸吊系統 - 在350車型上面啊 - 你如果要氣壓懸吊的話 - 你就必須要來做懸配 - 同時啊 後輪轉向啊 - 也會跟氣壓懸吊包在一起來做懸配 - 我非常建議大家來做這個懸配的項目 - 是因為它的後輪轉向可以達到9度的一個角度 - 它可以非常明確非常明顯的去輔助你的彎道的過彎的狀況啊 - 我自己在操駕今天有另外一台試駕車的時候 -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去感受到後輪轉向它的好處啊 - 另外啊 其實我覺得它整個動力的輸出算是非常的細膩 - 它其實並不會讓你有一種它的衝勁非常強的感覺 - 我覺得它開起來還是跟油車有非常類似的一些要點 - 但是如果你今天非常需要急加速的話 - 其實電動車的優勢就在這個情況之下可以完整的展現 -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其實刻意的把它調整的比較平順一點 - 讓你的駕駛以及你的乘客不會感受到 - 好像覺得很突兀的感覺 - 這個是EQE SUV它整個動力比較線性的一個展現 - 好在這一次的試駕行程之中啊 - 我們也有體驗到它越野的功能 - 因為我們確實到了一個比較荒山野林的地方 - 所以整路上啊其實不管是路面的鋪裝啊 - 或者是說路面的大小都比較乾坤一點點 - 但是我真的很難想像啊 - 這麼大的一台車子它竟然可以傳說在這個裡面 - 而且呢表現得非常的充容自在 -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台灣目前的環境來說啊 -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路段 - 我相信EQE SUV它都可以給予駕駛者一個比較輕鬆啊 - 甚至啊透過中間一些例如環境影像系統的輔助啊 - 前方攝影鏡頭啊 - 還有一個我們也講到在越野模式之中呢 - 你也可以達到一個透視底盤的效果 - 可以讓你在比較沒有這麼良好的路面狀況之下 - 去了解說你的車輛目前到底在什麼樣子的位置 -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 另外關於隔音的一個設定上面啊 - 我覺得它基本上在上半部分 - 都做到了豪華品牌所應該做的事情 - 它幾乎沒有風切聲 - 它也不會讓我們感受到外界所傳來的什麼意義 - 唯獨啊其實你在高速的時候 - 你還是可以聽到在底盤下面所傳來的一些噪音 - 不過這個也是非常細微的 - 所以搭配上它的Burnmaster - 以及它的杜比環繞音效啊 - 其實在車艙裡面 - 它就是屬於自己的一個空間 -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隱蔽性是非常的強的 - 另外其實在它的安全輔助的設定上面啊 - 你之前所可以想到賓士它應該具備的 - 它都標配上去了 - 盲點偵測 - 預警的煞停系統啊 - 全速域的ACC - 全速域的車道之中 - 而且非常輕易的你就可以來做操作 - 這個部分我覺得你是絕對不需要去做擔心的 - 而在這一次的試駕行程之中啊 - 它們也藉由EQS SUV啊 - 去為我們做了一個自動停車 - 還有自動記憶路徑功能的一個體驗啊 - 這個東西是需要來做選配的兩個 - 會包在一套來做選配 - 基本上啊它的自動停車跟以往也不太一樣了 - 因為以往你可能必須人還是要坐在車上 - 但是啊現在你只需要藉由你的手機 - 就可以直接連線車輛 - 來為你的車子來做自動停車 - 以及自動使出車格的一個功能 - 不論是你的直立式的停車 - 或者是說你平常的路邊停車 - 都可以來做這樣子的操控 - 我認為科技真的是越來越進步了 - 它可以有很多的功能來做一些輔助 - 來讓你的車輛變得更加的聰明 - 還有啊路徑記憶啊 - 它其實一台車它可以來做500公尺 - 總路徑的一個記憶 - 你可以記憶非常多條的路徑啊 - 例如啊你可能要回家的時候 - 你在停車場 - 死進去的這個範圍之內 - 你就可以讓它來做記憶 - 當你今天的車輛開到你記憶的這個起點的時候 - 它就會跳出一個指示 - 問你要不要啟動這個功能 - 如果你今天啟動的話 - 它就會自動幫你的車輛直接開到你的目的地 - 當然啊其實這一段的路徑之中 - 它的速限是比較低的 - 它的轉彎的速限會更低 -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 它完全是全自動的幫你來做操作 - 把你帶到你應該去的那個地方 - 總記憶的路徑呢 - 是500公尺 - 而單段當然就是比較短一點的 - 但是這一些東西呢 - 都是需要來做選配的 - 端看大家需不需要的 - 而我認為啊 - 其實賓士啊 - 它基本上就是藉由這些東西 - 跟大家宣告說 - 我們擁有非常高的科技 - 我們擁有了這些的功能 - 那大家要不要來做使用啊 - 或者是說大家需不需要啊 - 其實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樣 - 就例如自動停車 - 可能像我就不太需要這樣子的功能 - 我可能還是比較喜歡自己來做操作 -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可能那個過程啊 - 會比較繁榮一些 - 我自己來停的話 - 可能也許會更快一點 - 但是其實昨天原廠也提到一些重點 - 其實有一些狀況之下 - 例如啊 - 當你的左邊 - 是已經沒有辦法開門的狀態的話 - 那你其實就可以藉由這樣子的功能 - 直接下車 - 讓你的車輛自動的來做停泊 - 來讓你今天擁有一個比較方便的機制啊 - 其實我覺得EQE SUV - 它讓我感受到的是一個比較總體的一個體驗啊 - 例如它在外型的設計啊 - 它在各個面向的一些設定啊 - 它科技感的展現 - 以及它維持很好過去關於賓士的一些舒適的體驗 - 還有啊 - 這是加入的一些 - 杜比環繞音效的一些效果啊 - 讓我們都可以深深地去感受到 - 哇賓士真的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車廠 - 即便現在領域已經跨足到電動車了 - 但是他們還是把非常多新的東西加入進去 - 把它整合成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架程體驗 - 讓我們去感受新世代賓士的魅力 - 我覺得這些東西呢 - 確實是非常的美好 - 如果今天可以開著一台SUV - 來完成一個非常美好的旅程的話 - 我覺得賓士的車子 - 確實值得大家來考慮 - OK -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 對於這台車又有什麼想法呢 -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 電動車會不會是你未來選擇的一個車種 - 而電動車你想要選擇的是哪一台呢 -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 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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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祥